好,那我们要看试题编号118-920322 试窗作用系统功能的设定跟列印 本题答案列印结果共一页 以横向方式列印 将1的结果画面显示在报表纸的左半部 2的结果画面显示在报表纸的右半部 所以在Word里面呢,我开一个新的Word档 然后呢,选择 档案 我开一个新的,然后选择档案里面的 版面配置 然后把横的,把横向,然后确定就好了 确定就好了 确定完以后呢 然后呢,他要求新增印表机制造三维IBM IBM的Professional Printer 2391 所以这时候呢,我就直接到 开始设定印表机及传真 然后选择新增印表机这个指令 下一步 然后请你不要选择自动侦测 不要选择自动侦测 我们直接把中正在那边打勾去掉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LPT1连结部没有问题 我们再按下一步 好 好 好 我们第一个在选择厂牌的部分 请你选择的是I IBM的 然后要求的是Personal 就把它找,慢慢找Personal Print,没有,2391这台 2391 然后再按下一步 表机名唱的,印表机名唱部分呢 你就自己打哈 他要求你要打的是 哦 他要求你打的是我的IBM 印表机 他所要求的 是要打这个 我的IBM印表机 所以你要对这边哈 去看他这边有没有 我的IBM印表机哈 那英文跟中文要空一格 所以你要跟他一模一样 英文跟中文的部分 请你要空一格 哦 要空一格 然后来不要设为印射印表机哈 所以要点否 我不设为印射印表机 然后下一步 不要列印测试页哈 因为这是假的印表机 所以不需要印测试页 然后按下一步 下一步完以后呢 没有问题哈 LPT1 然后形态也对了以后 就这样完成 好了以后呢 你会出现 这边会出现 多了一台 我的IBM印表机哈 我的IBM印表机 然后在我的IBM印表机上面 按滑鼠的右键 我们按滑鼠右键 然后你选择内容 那我们要把这个一般标签 这画面抠下来就行了 所以按LT加Print Screen 把这画面抠下来 Doward 直接贴上 直接贴上就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